同德家商办学多年,培育出许多技职体系专业人才 今年度应届毕业生中,更有14位学生参与大学繁星推荐入学计划 顺利录取理想学校 其中更有3位学生录取到国立大学 展现出学校优异的办学成果 今年108年总共录取了14位同学 其中有3位是国立学校,11位是实力学校 他们在学校表现都非常优异,除了成绩以外 他们也有技能的检定,获得很多的证照 有3位是乙级的,其他的也有6张8张以上的秉级证照 我想这是我们学校一贯以技术为本位 我想他们除了在学校表现很好以外 参加了割裂比赛也获得很多的成绩 同学们在同德家商三年的就学生来中 不只习得一技之长也考取证照 这次能够顺利录取理想大学 他们除了感到高兴 也感谢师长们的用心教导 就是家人其实说就是希望可以上房心 然后之后就是有书要读的话就是会努力读 我很高兴可以参加房心 可以考上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希望可以出国留学 然后将一些技术带回这块土地 老师都很帮忙我们 这次考到台中科大美容系 觉得很棒 看到同德家商多位学子 透过大学繁星推建入学计划 都顺利录取理想学校 让人生迈向新的成长阶段 先议员蔡明轩除了祝福他们 也肯定校方半学的用心 曹屯我们的同德虽然是我们的技职学校 可是他们这一次的繁星计划里面 总共有14位我们同学录取了大学 其中更有三个同学考上了我们的国立的大学 证明说其实我们只要有心 我们读技职学校 可以一方面学习他们的特有的专长 可是我们只要认真读书 也是可以往大学来迈进 也感谢我们曹敦通德同事长 跟我们的校方这么努力的栽培我们的同学 也期许我们以后只要有兴趣的 都欢迎往技职方面来就读 然后在读书中找到自己的另一份专长 此事同德家商的同学们 透过大学繁星推建入学计划 多位都顺利录取大学 先议员蔡明轩也期许他们 在后续的求学生涯中 能够持续努力并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卢宇凯草存采访报道